接下來農曆新年又有幾天假期 想便宜地去一個短線旅行 回大陸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加上天氣仍然那麼冷 最適合就是回大陸打邊爐 加上大陸的火鍋、CP食 普遍都是高過香港很多的 提起回大陸打邊爐 很多人第一時間都會想起海底撈 百合理、串串香這些熱門選擇 如果大家已經實驗了這幾間店 平時又錯過了很多我之前的介紹的話 那就要留意我接下來的10間南滿心碎推介 在介紹熱門地方深圳的餐廳之前 先來講講一些南滿地方的熱門餐廳 正所謂食在廣州、廚出鳳城 舊稱鳳城的信德真是有很多好東西吃 而且很多菜式都是講求吃回新鮮食材本身的味道 在打邊爐方面除了我之前大力推介 主打清脆打邊爐的重機之外 很多香港人都喜歡吃的竹底火鍋 也是源自信德 而信德最出名的那間竹底火鍋餐廳 就是這一間太根堡無米竹 竹底火鍋和清脆打邊爐的概念是差不多 主要吃的都是海鮮的鮮甜味道 吃完海鮮等竹底吸了所有味道之後 還可以多點一份油炸鬼 用來塑一些已經變得很鮮甜的竹底 吃完它就更加滿足了 當然如果你覺得信得太遠的話 其實這間餐廳在深圳都有分裂 不過深圳分裂水準如何 因為我沒吃過就請書我回答不了 接下來就講講自從港珠澳大橋通車之後 多了很多人過去玩的珠海 不過在正式介紹之前先跟大家講講一個小貼士 由於信德和珠海現時都未有地鐵 所以如果想去這兩個地方覓食的話 最好的方法就是下載一個DD來召車 又或者在高德地圖來查一下怎樣搭巴士過去 由於兩個apps都要上網才能用得到 因此接下來就分享一個好處給大家 CMHK有一個叫做大灣區數據漫遊通行證的服務 可以在中國內地及澳門任用數據漫遊 現在又在做7折優惠 透過MyLink漫遊專區 一click就可以完成申請 平均日費低至20元 那就去到哪裡都可以上網吧 珠海由於經濟沒那麼發達 麥加比起深圳會低一點 所以就連火鍋都可以更便宜 譬如這間新街豪環琴山豪專門店 距離拱不口岸只是不用10分鐘的路程 還要人均只是80元就可以吃到清遠雞 和肥美的橫琴山豪真是超值得 除了珠海之外 廣州也是一達自從高鐵通車之後 多了人去的地方 而如果你是吃肉獸的話 就更加不可以錯過廣式雞煲和牛腩牛雜煲 其中牛腩牛雜煲可以試試更便宜的牛小組 人均只需要70元就可以吃到更多的牛腩牛雜 而雞煲就可以試最出名的炭露雞煲 還有得選鮑魚雞煲 知道你還是覺得廣州有點遠不是太方便 所以我們就回來深圳繼續介紹雞煲 喜歡試一些創新的東西的朋友仔 可以試一下胡蘇魯雞煲四季火鍋店 它最棒的地方就是吃完雞煲之後是不會幫你加湯 而是直接用一些汁來幫你煮一些肥牛 吃下去的味道是超濃超正 如果你都是吃慣香港常見的重慶雞煲的話 就要試一下圍魚向西村激底吃的玉君重慶火鍋 人均只需要70元就可以吃到一隻雞 加一碟不差的肥牛 在介紹下一間火鍋餐廳之前 先再來跟大家說多一個小貼士 過年期間大陸有些餐廳是可能會休息的 想知道那間餐廳有沒有休息 方法有以下三個 1.大眾年評的餐廳資料頁面可能會有提及到 2.可以在WeChat搜尋那間餐廳的公眾號 看看他們的歷史消息 有沒有說過在過年期間休息 3.也是最直接和最準確的方法就是打電話去問問 不過打漫遊電話價錢實在太貴 簡直到約6-7元一分鐘 所以接下來又要說多一個 關於CMHK的好消息給大家聽 就是現時透過MyLink的App 申請想輕鬆過內地通話增值服務 就可以享有半價優惠 越快只需要9元就可以以6毫半至1分鐘的價錢 在大陸撥打當地和香港電話或者接聽電話 就算你在過年期間回到大陸玩 都可以用很多的價錢 打電話回來香港和長輩拜年 在這裡提提大家 兩項優惠都只限CMHK的客戶申請 想用的話就立即去CMHK上台 提起重慶 很多人都會想起麻辣火鍋 而說到在深圳吃麻辣火鍋 就一定要試一下重慶欣賞老火鍋 除了可以吃到九宮格火鍋之外 我有位重慶朋友還跟我說 這間餐是他在深圳吃過 味道最正宗的重慶麻辣火鍋 如果鹽麻辣火鍋太重口味的話 那就要留意接下來的兩樣介紹 喜歡吃脆肉丸的朋友仔 就一定要試試正能量脆肉丸 人關只是60元而已 而喜歡吃薄薄蜆的 就可以試試10下薄薄背火鍋 過8隻薄薄蜆都只不過是38元而已 尚述的餐廳很多我都曾經介紹過 如果想知道更多那間餐廳的資料 或者想了解更多 CMHK優惠的相關詳情的話 就可以按回Infobox對應的link 好了 今集集來到這裡 明天我們再見 拜拜